港台,一個神秘的地方 它究竟是神仙的化身? 還是來自地獄的使者? 究竟它是一個收政府、錢鬧政府的地方? 還是香港難得一見的高質良心傳媒呢? 這個地方神秘到經常有幾十萬大媽大爸 來到抗議的時候,都會去錯隔離商台 今次,就得好青年屠毒室為雲雲黃絲、藍絲 而揭去港台這個角度的神秘面紗 這裡,就是傳說中的港台電視台 走廊的盡頭,有到搖眼的光芒 看來,一定是香港納稅人的血汗淺在閃閃發光 這裡拍到珠文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個就是珠文 這個就是珠文真身 這個是田叔媽媽 我跟他很熟 我們一起去跟街上 這個就是四哥弟弟,上一哥 這個有一個醫生與你,其實我們也有很多醫療 這個也是你醫療的 大家無需驚訝 只學有辦法談的一眾廢青主持 每次上鏡的時候,都是有化妝的 妝是不是很神奇呢? 化了,好像沒有化一樣 浪費納稅人的錢 鐵證如山 你看阿全的樣子 幾像狗 不單止化妝啊 還有專人塞頭 平時珠文為了省錢不買膠 就會叫髮型師噴多些髮膠 不洗頭的話 就可以用整個禮拜的了 出政府糧鬧政府 還有髮膠送 你說多划 1、2、3 各位 萬眾期待 終於要入廠了 嘩 原來就是這裡啊 平時這班人 就在這個綠幕面前 荼毒青年 你看看 又在嬉皮笑臉 書都不讀多本就夠膽上電視講哲學 拍下拍下 還拍了成差不多100集 快要追上真情了 大佬 那些哲學有辦法聊 哲學 真是被你這班人搞到便宜了 嘩 你看看 阿全的手又在做什麼 是完全在一起都好 他們都有很多概念問題要處理的 內部 我的意思是 在這個地方 你都有 聆聽完 有很多概念問題 是需要入租的 那我們就做一個概念的頻道 時代問題的回應 對於修例運動 令更多痛苦 苦難出現的事實問題 才會突然有這個感受 這個感受 這個感受 你可以突然在不同的資料上 找到相關 但他們可能是在他們那年代 可能是說落馬 十幾年自由問題 但你竟然發現 那些有趣的經典文本 就是有一個彈性 然後你追溯 原來有些問題 其實是因為以前 某些哲學家說過某些事情 嘩 今集肥佬沒有說話 讓其他人說 那天不單要錄影 原來今季 港台還落重本 宣傳新一季的午夜廣場 一眾主持人 又要化妝設頭 拍宣傳照 港台 可恥 你看嚴肅的頭 還有多少髮膠 那裡可以換到多少罐餐肉 看穿個櫃筒 嘗嘗 想下面有些什麼 想下面有些什麼 看穿它 給我眼神 你不是看個櫃筒 你要看個櫃筒後面 用力點 你想一下你平時思考 那一下 那一下 你想一下 你在做什麼 背脊交氣 用少少力 嘗嘗背脊 嘗嘗 不是看個櫃筒 你在看個櫃筒後面 不好意思 那個小妹不懂 對不起 這是新人 給點機會 沒有什麼 一錄不夠站在這裡 看穿鏡頭 懂不懂的 給掙扎 你看全件死人肉袍 現在想怎樣 壽司師傅 想過檔TVB做花枝暖嗎 現在 頭弄了這麼久 還是這麼醜 你看看 捲得多噁心 好像不知哪裏的毛 關上頭 這樣出來上電視拍廣告 香港玩完了 竟然是創造的 3個 A3個 其實都沒有前PEkle 1個 8個 3個 3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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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1個 2個 我不想,我不認識他 尷尬尷尬 你看看肥佬的肚腩 衣服的結綁得多鬆 是不是怕影影一下爆衣 喂,咬而咬 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你咬回牆吧 喂,咬而咬 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你咬回牆吧 現在當然是有點... 哈哈哈哈 全新一輯午夜廣場 2月6日起逢星期一至 午晚11點,港台電視30日 行不行?